今天上午议会总质询由第二审查小组提出 首先由议员宋云芝提出乡亲设立海边的立竿网 建议要开放 随后由召集人议员胡松荣提出了彭管处各地方的建设设施 无开放又不管理 希望能够释出给县政府来管 因为你不是只有你我们地区 你整个派哦 我们有多少的渔民 是仰赖着我们立竿网在做一个维生 在做一个生存 更是他们的经济的来源 立竿网他的传统的这个捕鱼的方式 其实就像我之前常常讲到的 跟我们的食物 我们的酒后你抓虎的这个概念 非常的相同 都是利用我们的掌退潮来做一个 呃鱼法来做一个捕捉 过去立竿网了 哇在前年我们 拔了有多少根的那个钢筋了 将近有两万六千只的钢筋了 啊所以我们不得不啦 我认为是说我们谢谢云民朋友跟我们的配合 也同时跟遵守我们这个规范 在适当的时机呢提出申请 刷很多 诶 理物处 理物处知道齁 很多地方的风景区 风景区 一能化定要来开发 对吧 很多 理物处长我也很少 我也不好意思说 我要这个资料 就是说 封管处目前在澎湖 那全这次去啦 大家说封管处 旁管处 封管处旁管处 然后他们的 他们在沾的地方 所以我的杨立委说 这一二十年 哇 久了哦 第二场由第三审查委员提出 由议员旭国正 陈育仁 吴正杰 召集人张再兴 等做宪政总质询 他们也提出了相关问题 与宪政府探讨 对配合地探讨的 火灯是不是有帮助 啊 中央这条纸 但是 团长 你为了要低探讨 但是你会不会破坏海洋生态呢 你说的 我说现在的技术啦 现在古今山八十六年前 他们没有一支桥墩啦 现在的技术也可以 你请教一下问题啦 你觉得现在的破坏大桥 有没有再评估 现在中央 有在评估吗 现在中央有让我们要评估啊 评估就是破坏大桥吧 有没有 你知不知道 什么破坏大桥 破坏大桥重建 你觉得现在旧那条 破坏大桥 你还有五十七年 五十九年做的那条吗 对啊 你知不知道现在有评估那条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这东西 东西有说要叩大吗 有在评估要重建喔 评估要重建喔 评估啦 有评估要重建喔 那当然 再来就是 澎湖现在 现在我们观光 我们现在以观光为重 澎湖缺工的问题 一直在澎湖是一个很大的困扰 缺工啊 那我们一昧的招商引资 进来澎湖 可是缺工的问题 会造成这些 进来的厂商无法 开业 因为他招不到员工 服务业啦 服务业 服务业 哦服务业喔 OK 所以服务业我们也要尽量 要饮宴啦 鼓励人 从业人员 我们这些我们要有哪 对社企业的机构 我们要加強来 来研讨看看 要解决这些问题啦 各行各业嘛 像说 旅港也好 虚港也好 还是说我们的服务业 都減港 哦 这是这些问题 二三十年以后 我们培佛同样面临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最近 在当时 就是在 我们管政府来探讨 这些新的市政中心 要刷得到 这会决定到我们培佛 二十年成绩 五十年以后的一个发展 所以这很重要 哦 所以这 主要除了 他们的 城市再重新翻新以外 整个都市的翻转 行政中心很有绝大的一个 除了我们刚才说的 它整个城市 都是因为行政中心 实质之后 他才说 整个 整个 整个城市没法发展 他要开发新的一个城市 所以我们培佛 也是同样面临这个问题 同样面临这个问题 然后回来 很多 包括这个城市 它的区域发展 也是从这样出来的 我们培佛 我们都知道 我们有时候跟中央在说一些 说一些状况 我们用什么理由 给它要求 我们说城乡差距嘛 是怎么在台北那儿好 我们高雄那儿好 我们培佛 偏乡离岛 哪里要败 城乡差距嘛 但是我只要提醒就是说 在我们培佛关 不要在我们澎湖县 这么小的地方 就造成城乡差距 要温暖爐 大家借助本舍 但是没人在我们下来 本舍车最好是 不要停在我门口 我要走一路 本舍最好是不要放在我们的旁边 有个店家说 本舍你不要管允 我们就要去清 我们整个拐拐起来不要允 所以说这次是 一个公共政策 有点很头条 没关系 蔡英議員在说 为了乡亲的 我们有点帖 我们有哪里可以感同身受 当然我的家 我的家 在我住宿的时候 我最好去 百个月不要去我家 没关系 我再来港务公司 虽然九月邂逅台湾鱼 司令要来 这边所 如果停下来可能就不够了 没关系 如果是说 大家真的有这么多意见 其实这里是几间房子 没关系 那也有我的朋友在那里 没关系 如果真的有意见 我们 尖停 那 任意地点 好不好 和港务公司看看 好不好 如果像这个公共 大家有意见 我们尖四千亭 记者 王海龙报道